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今天呢为各位带来这本书叫 心理学家的说话技巧 由高宝出版 2012年的7月份出版 作者是两位日本人 一位叫做金田秀树 一位叫做西村瑞介 那我本身也是心理学家 很多人就问我说 心理学家有特别的说话技巧吗 每次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有一点愣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说 难道是因为心理学家的这个身份 就被外面的人以为啊 我们这个族群 我们这个族类 有特别的说话方式 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哦 因为尤其是如果 心理学学的是跟 心理资商 心理治疗专业有关的 那我想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样的人说话 是不是特别 能够掌握一些不同的部分 能够让对面的人 可以畅所欲言也好 或者是把他心理的话 在不知不觉之间 全部掏干掏心掏肺 全部掏出来这样子 那我想哦 其实这个部分 很多人对于这样的感受 就两极了 一种觉得是很好 觉得心理学家跟他说话 可以把自己心理很多的事情 倾诉出来觉得很开心 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好恐怖哦 你是不是很会套话 那我想呢 这本书可以帮我们 正本亲缘一下哦 那当然正本亲缘 我就不能当那个老王 什么是老王呢 就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嘛 所以呢今天邀请到 就是我们高宝 一位非常优秀的日文编辑 也就是这本书的这个编辑 叫做郑淑惠小姐 淑惠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就是老王 等一下我要卖瓜了 对对对对 我很期待你好好帮我们卖瓜 OK 这样子 好 那这本书呢 两位日文作 不是日文作者 他本来就日本人 对日本作者 对 一位是金田秀树 一位是西村瑞介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 其实这两位作者呢 他们的背景是蛮有趣的 那像金田秀树呢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心理的研究专家 那西村瑞介呢 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那所以说其实他们平常所做的工作呢 就是有关于咨询方面的工作 比方说烦恼的咨询 心理的咨询等等之类的 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两个作家呢 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呢 在于就是说 他们其实在网路上 在网站上面呢 他们自己有一个网站 然后就是在做那个心理测验的网站 所以说他们在讲话的方式 或是他们在描述事情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有趣非常简单的 然后而且是让人家很快就能够了解的 对这其实也反映在他这本书的文字风格 没错 因为这本书我一读 其实他的篇幅 我们说他的分量 大概两百多页 也不会太多 但是这样一路读下觉得很顺 而且很容易吸收 特别是他里面 非常非常多生活的安理 没错 就宛如我们是其中的男主角女主角一样 其实这本书 我自己的读的感觉是这样 那不知道你身为一个编辑 其实市场上这样的书实在太多了 多如牛毛啊 没错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本书跟其他 谈关于说话的这样的书籍 它差别在哪里 好 我觉得这本书它 首先它最大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很强调一点 那像我们一般的市面上说话 数多是教你 就是说 欸你要怎么样讲 你就会有好人员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好人员 它基本上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本书它focus在一个地方 因为这两位作者 他们都是心理咨询的方面的专家嘛 那我所先讲到 他要强调的就是说 你如何说话的时候 不去伤害到别人 而且自己也不受伤 那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惊讶的 因为其实我常常就是 有时候说话得罪别人 我自己不知道 那可能事后有人告诉我 或是我自己想到才发现 啊这样是不对 那或是我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其实表面上装作很坚强 那其实对方已经伤害到我了 就是经常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 它所着力的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点 其实呢 我们经常都要靠岁月来学习 但是岁月最残忍的地方 也在于他无法追回 没错 所以我们已经伤害了 就已经伤害到了 对对对 人家说第一印象就有一次对不对 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早一点知道 少一点预防 至少这个伤害可以降低一些 没错没错 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它里面哦 尤其在二十七页这边提到 叫极端用语 这个是还蛮跨文化的 因为他们两个虽然是日本人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心里难免会去想到 它会不会有文化上的问题 因为日本人他说话的状态 跟所谓的中国人 所谓的台湾人 会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异 可是极端用语的部分 不管是我看日本的书 我看台湾本土的书 我看中国人 中国大陆写的书 还是我看欧美英国 几乎每一个学者 都有提到极端用语 没错没错 这也是极端用语 会去伤害到我们人际关系 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 好啦 名词解释一下 什么是极端用语 极端用语啊 就是譬如像说 你老是迟到 老是 老是 他就是了 对对 或是你为什么总是 不肯好好听话 总是就是了 就是像这种 或者是说你这个人 真的非常讨厌的 真的也是 对 那其实这个极端用语 我觉得这本书他里面 他对他做一个 非常有趣的解释 他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会不知不觉中 会去使用到极端的用语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对方没有听到我们 没有接受到我们的话 譬如像说迟到 那这个人 一开始我们可能讲说 你不要再迟到了 可是他迟到两次三次之后 我们就觉得 你这个人 我怎么跟你讲都不听 这时候我们就会搬出来 你老是迟到这个事情 然后去提醒对方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次数太多了 而且通常会讲 这个都是我认为 你并没有接收到我的讯息 我才会讲出这些话来 其实这种极端用语 它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引起对方的防卫心理 没错 那个抗拒感是很大的 比如说 跟你讲了一百万遍 你为什么还是都听不懂 然后我就会认为说 有到一百万遍这么多吗 对 结果到最后吵的问题是 原本我们是希望 他好好的改善 他这种不好的行为 没错没错 就搞到不分辨 两个人的意气之争 对对对对 最经常就是这样啊 那你说意气之争 很多人说 我没感觉 那当然可能你是主管 你可能是爸妈 是 是人家不跟你争啊 对 那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的部署 离我越来越远 为什么我的子女越来越 是 跟我不亲近 是 这自然而然的 因为我们有极端用语 对 但是我常常在想一个 虽然书中没写啊 但是我想说 在这方面也跟淑慧讨论一下 好啊 我们如果撇开 这个编辑或读者的身份 是 我也撇开 有声书评主持人的身份 其实有时候极端用语 使用者经常是不自知的 对不对 对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 他的对策这本书 其实有提到 嗯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 当对方他对你表现出 他的一个不满的时候 那你如何让对方闭嘴 或是让对方心安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你就重复他说的话 重复他说的话 譬如像说 你今天你的上司就说 欸 你怎么一直迟到啊 你这样迟到不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与其去反抗说 其实我星期三没有迟到 我也不是总是迟到 你不如就是好好地回答说 不好意思 我迟到次数的确是多了点 今后我会改进 那这样子的话 对方你的上司就会觉得说 啊 这孩子接受到了我的讯息了 他就自然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所以这个例子好 在书中有提到像医生跟病人医病的互动 对对对 你看我们台湾医病关系也是很糟糕的 是 那多数的状况 我觉得医病关系糟糕是 医生所传递给病人的感受上的问题 倒不一定是真的是专业或医术上的重大事物 没错没错 就像比如说我肚子很痛 走进一个医院 对 然后我跟医生讲说 我肚子很痛 真的很难受 就医生头也不抬起来 只是看我的报告说 看你的报告一切正常啊 对对对对 那你知道我那种感觉就是 很受伤耶 对 肚子痛的人是我 对对对 我就是很痛 嗯哼 你跟我讲没事 是 那就好像是小朋友跌倒 在哭了吗 不痛不痛 哪里不痛 就痛死了 对对对 倒过来讲嘛 你就顺着他感觉说 哦好痛好痛好痛 你看有些小男孩 反而眼泪擦一擦就 还好我可以忍 没错 就这样子演的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的惯性 很可怕的地方就是 我们不知不觉的 把对话 或者人际关系弄拧了 没错 然后我们还在弃对方 是 或者是在自我挫折 没错 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 其实我自己的方式就是 因为我经常录有声书品嘛 然后录完之后 我自己都要剪接 所以我经常听自己怎么说话 哇 对 这我也是给 给我们的听众一个小小的tips 因为现在 几乎所有人都是 用智慧型手机 没错 智慧型手机里面一定有录音软体 其实你没事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平常说话的时候录下来 倒不是说要录录别人的声音 当成什么证据 不是的 而是你真的要录的是 自己怎么说话的部分 你真的回去听 你就会发现 啊原来我这样讲话了 经常会有这个状态 那当然啦 如果我继续讲下去 我又变老王了 今天老王不是我 老王是书慧 来来来 那所以呢除了我们刚刚谈到这些例子之外 你自己本身最有感受的还有哪些个部分呢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非常非常有趣 他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一个是说 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即使你是好意 你也不要给对方比较负面的讯息 那最常的一个就是 你也只有我们上班族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一定就是肚子饿 然后就是想吃个下午茶之类的 那像我们公司我们出版社最常订的就是鸡排 对 真的是觉得下午 比方说你大概到四五点的时候 快要到晚餐之前 吃个鸡排就内心很疗愈 然后 对对对内心很疗愈 吃的话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美味的东西 这句话说得好 可是这个时候通常很奇怪的 一定会有同事 就是很 比方说他很注重健康 他就会说 我跟你说 鸡排这种东西 他炸的那个油 这是回锅油 而且他那个鸡都是打抗生 抗生激素等等之类的 那我觉得 那时候感觉很奇怪 其实他跟你讲这个话 他是好意 说实在的 他是好意 他是不希望大家吃不太好的食物 可是 当我当下在享受那个鸡排的美味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 真的是 内心就觉得点点点 对 其实有时候说话 他不是 话的问题 他是时机的问题 对对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你在不对的时机讲话 其实 就算再对也没有用 没错 而且我觉得 他那个负面的消息 就会变成就是说 我们每次在吃鸡排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让那个同事看到 因为我很怕我吃到一半 正在美味的时候 他又跟我讲说 那个鸡有打过抗生 其实我不想 不想听到这些东西 其实我常常觉得 其实说话 他不仅是一个技术而已 他还是一个修养 对 那当然不要给你那个同事听到 然后我在说他没有修养 但是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 就是说有时候 我回想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 只要我长大 就觉得恨不得自己是千里眼顺风了 什么都知道 然后什么知道就要马上说出来 证明自己很新 对 可是随着年岁见长 我就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何时说是很重要的 甚至于你知道了 就算我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选择不说 那还真是修养 没错没错 因为你知道 现在说不会对大家比较好 是 那也更不会对 也更不会让大家对我的感受比较好 没错没错 那我何苦吹奏这一池春水 是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人际互动当中 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 我觉得很特别的事 比如说像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假设一个同事进来 他今天穿了一套很漂亮的衣服 我们就会称赞他说你这衣服很好看 是 在哪里买的 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稀松平常的一句话 没错 可是呢你真的仔细想一想 换成你是那个被称赞的人 当有人问你说 这件衣服哪里买的 你敢回答吗 说实在的 其实我敢回答 但是我心里面会不愉快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怎么没有称赞我 这件衣服很适合我呢 那你只说 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哪里买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说 那你只觉得衣服好看 我人不好看吗 对你没有把衣服跟人的连结 连在一起 没错 那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就是 其实有时候上班 他不是每个办公室的环境气氛 都这么好 有些环境气氛有点诡异的 怎么诡异你自己想 有点诡异的你就会发现 当我去称赞他说 衣服哪里买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推演一下 就说我这衣服 百货公司专柜买的 一件五千块 结果对方说 蛤 这种货色也要五千块 那你不是就 全面倒霉吗 对不对 然后换成另外一种版本 是衣服很漂亮 哪里买的 这个还好啦 很便宜啊 路边摊买的 三百九而已 原来你也只能买三百九 真的 这个好难回答哦 所以其实人家说 行走江湖久了哦 是 江湖险恶事路多奇 嗯 没错没错 这个话真的是不太敢回答 那通常我觉得这个是很多 可能不管你上班多久 很多人他经常觉得在人际里很挫折的原因是 为什么我跟人家问问题 或者为什么我丢出讯号别人不理我 很简单 因为你丢出的讯号是别人不敢 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 没错 假设我们换一个方式好了 就是当我在问别人说衣服哪里买的时候 你要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前提跟背景讲出来 比如说 是这样 比如说像我看 假设我看到淑慧今天衣服很漂亮 我说 淑慧你这件衣服真是漂亮 我最近哦 也想要买一件类似的 我看你这个 整个版型又好 剪裁又好 而且又还蛮保暖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哪里买的 我参考一下 这样一听多么愉快啊 对 这样子你 第一个你敢回答 第二个你觉得 你被看见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常常觉得有时候 像尤其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经常在人际上有挫折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能不能去检讨到自己的部分 在于我们说的话 是不是别人敢回答的 没错 有时候我们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别人不敢回答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一旦社会经验多了 就像我刚才演的那两个历史一样 是是 你说贵也不行 你说便宜也不行 没错 那你总不能跟他 那通常的状况很多人有经验的就是 那个衣服很漂亮哪里买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已经穿很久了 对 就回答这种擦板球 是是是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以后看到你就敬而远资 对对对 因为觉得跟你相处压力好大 嗯哼 所以我经常觉得就是说 当然我刚后面讲的那一段 好像这本书没写吧 没有写 没有写对不对 全新的内容 但是呢我常常觉得一本 一本好书或者是一本 做一个阅读的动作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勾连到我们很多的经验 然后可以把我们很多已经学会的东西去做一个延伸 嗯哼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是 所以最后呢回到这本书上面 心理学家的说话技巧 是 如果对于淑慧来说的话 你本身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案例 这么多一个例子 嗯哼 然后它出版七月份到现在也一阵子了 对 那你有没有自己在生活当中 有被里面的例子 刚一下敲醒 然后自己使用的 很有心得的 有有有 虽然里面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就是说 我们在赞美一件事情的时候 譬如像说 我有同事他很喜欢看日剧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觉得福山雅治好帅 嗯 演得好好 然后我内心想说 的确福山雅治是不错 但是他接下来没一句 我就不太愉快了 他就说 哪像木村拓哉啊 木村拓哉只是长得好看而已 然后他根本演戏就很浮夸 那其实我内心是喜欢木村拓哉的 多帅啊 对啊 多帅啊 而且我觉得他演起来很有魅力啊 可是 当我的同事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小受伤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他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因为 有时候我们不管 我们为了要去 呈现某一样东西很棒 譬如像说 我觉得福山雅治真的很棒 然后 我光讲说他很棒 我觉得还不够 我就会拿别人跟他比较说 哪像谁谁谁都比不上他 那其实 殊不知 那个谁谁谁 他也是有拥护者的 而且他刚好就在你面前 对 对 那我觉得这样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是会 对方是会有点小小受伤 那这个可能是在我们日常 一般在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去留意到的一点 对 是 所以呢 我们经常说 做好事说好话 没错 这个说好话 其实它范围是很广泛的 包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对面的人 就算你跟他在手 是 你永远不知道他内心的那把尺到底在哪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呢 与其说这样子会不会很辛苦 那倒不如说 其实你真正愿意去谨慎顾虑到别人的立场 没错 或别人可能的状态 这才是人际关系里面 最大也是一个最适当的温柔 是 好 所以呢 今天很谢谢淑慧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希望呢 日后高宝还有好书 可以多跟我们有声书品的部分做推荐 谢谢您 谢谢各位的收听咯 那希望你可以透过心理学家的说话技巧 学会怎么样说话不委屈 怎么样做人没有压力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